创世纪第五章 以下是亚当后代的记录 神创造人的时候 是按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他创造了一男一女 在创造他们的时候 神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亚当130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样式和形象都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生塞特以后 还活了800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亚当共活了930岁 就死了 塞特105岁的时候 生了以诺氏 塞特生以诺氏以后 还活了807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塞特共活了912岁 就死了 以诺氏90岁的时候 生了该男 以诺氏生该男以后 还活了815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以诺氏共活了905岁 就死了 该男70岁的时候 生了马勒烈 该男生马勒烈以后 还活了840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该男共活了910岁 就死了 马勒烈65岁的时候 生了雅烈 马勒烈生雅烈以后 还活了830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马勒烈共活了895岁 就死了 雅烈162岁的时候 生了以诺 雅烈生以诺以后 还活了800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雅烈共活了962岁 就死了 以诺65岁的时候 生了马吐撒拉 以诺生马吐撒拉以后 和神同行300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和神同行 所以神把他娶去 他就不在了 马吐撒拉187岁的时候 生了拉麦 马吐撒拉生拉麦以后 还活了782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马吐撒拉共活了969岁 就死了 拉麦182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挪亚 说 这儿子必使我们 从地上的操作 和手中的劳苦得着安慰 因为耶和华曾经咒诅这地 拉麦生挪亚以后 还活了595年 并且生了其他的儿女 拉麦共活了777岁 就死了 挪亚500岁的时候 就生了闪、韩和亚福